很之前來過一次露營 但是不是這麼深層的 這次來的時候 除了住台東市之外 然後還有跑山區 我覺得 這個體驗的我兩次我超喜歡的耶 天啊我真的不怕愁 我只有怕鬼而已 其他我都ok了 好了西醫不要叫囉 不是西醫 是病毒 我的天啊超開心的 我簡直就想要當店長 今天在辛儒跟錦華在講說 要代理店長的時候 我才有點就是躍躍欲試 也許我可以 然後大花椰子說你可以 然後我就 也許下一次吧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爬椰子樹耶 我其實一直很想爬椰子樹 但是我從來沒有這樣試過 然後一直到今天 實地的真的去做這樣子的嘗試 然後我知道它有多不容易 蛤要講嗎 我跟你講 Eric跟浩森 就先去除掉吧 因為我今天沒有感受到他們這個部分 我自己心裡面覺得 錦華跟辛儒的部分 我是最貼心的 因為今天我們在入住的時候 我有看到錦華的茶花 他的蠟燭 然後他也有講說他的用心 然後辛儒的話根本不用說 因為辛儒他是整個統籌 他所有東西 他的安排的橋段 他每個人要安排什麼東西 所以 當然是我兩個姐妹們最棒了呀 兩個弟弟們 那是他們應該做的事情吧 我跟你講 因為我還沒睡覺 男生們一直說 陳昊森會講夢話 然後我又好死不死坐在他隔壁 所以我目前為止 我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如果 我真的有要抱怨的話 那就看明天 明天要看 陳昊森會不會吵到我 但如果沒吵到我 其實我覺得超沒有抱怨 因為我覺得 Viu很好 活動也很好 然後所有的 我的朋友們 然後安排的十一組型 都超好的 我沒有覺得 幫我超常留下來的 還是 我當代理店長 耶嘿嘿嘿 天哪 我覺得光對我來講 他的idea已經是無遠佛界 下一個要弄什麼呢 下一個也許可以在我當店長唷 耶 下次記得搞我當店長